去年,因为一起饭圈事件肖战粉丝卷入风波中,当红顶流明星肖战陷入争议,被许多网友公开各种抵制与狙击,下场说话的不乏娱乐圈业内及相关媒体。 跟风嘲讽,拉彩,咒骂肖战的人更是不少,一些没有主见的人,喜欢随波逐流跟风,看着网络上很多人骂肖战,然后一部分网络红人也为了迎合这部分网友赚钱注意力经济,跟着拉彩,原本和他毫无瓜葛,无冤无仇的肖战,然而一年过去了,一众网友却发现肖战依然是肖战,他依然是势不可当的当红顶流明星,卷土重来依然可以冲上头部市场,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,也是腾讯视频时光盛典举行的日子,大家都各自奔波在自己的旅途上,肖战加盟活动,自然是基本上都会上热搜的,毕竟,他平时发个动态,基本上也都会上热搜,肖战和腾讯视频渊源颇深,大火的陈情令是鹅的剧,今年年初热播的《斗罗大陆》是鹅的剧,代播的《余生》,《请多指教》是鹅的剧,在拍的《玉谷瑶》,都是鹅的剧,肖战出席盛典, 他是时光开启人,也是去推荐他两部主演的电视剧《玉谷瑶》《余生》,《请多指教》,是作为重要嘉宾去的, 同时,肖战还是主办方腾讯视频代言人,兼活动独家赞助商Bobly微笑去炮代言人,自然是众星捧月的存在,与此同时,腾讯视频也官宣了两位主持人, 一位是曾经去年参与抵制肖战代言,拒绝肖战粉丝进入其直播间的艺人,其实去年跟风的人比较多,很多人原本和肖战其实并无交集, 就比如说这一位艺人,身为双重代言人,如果要品牌方取舍,那个艺人和肖战对比,肖战的重量自然是更重要的重磅嘉宾, 并且,那个艺人知道肖战,可能也会记得肖战集这个热搜,但是肖战原本并不认识他,甚至如今,也未必有必要对他多花心思,因为,没必要,你怎么看待呢?欢迎品评哦! 最后,期待肖战红毯,期待电视剧《玉谷瑶》,余生请多指教,举报反馈。